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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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9縣到旁邊這個路過來 這邊就是通往三軍聯訓基地二重西零區的路上 在這邊有一個拍照打卡的景點 叫旗開得勝 這也是一個下象棋的概念 我們來拍照打卡一下吧 好 拍完了旗開得勝 我們繼續前往四重溪溫泉公園 四重溪溫泉公園 這邊有一尊巨大的可愛的溫泉公仔 日本神社的鳥群 四重溪溫泉祭 四重溪溫泉祭 今年2022年11月才開始 大家如果來明東墾丁恆春 或許可以來四重溪這邊泡湯住宿都可以喔 我那邊就是泡腳池 看到一些阿公阿嬤就站在那邊泡腳 這邊的全溫40度 還滿燙的 哇 那四重溪溫泉公園這邊 在溫泉祭晚上的時候 會有夜行阿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现在阿妩来到了屏东县车城乡的海口港 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抗海美术馆 那我们一起去抗海美术馆那边逛逛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上去美術館看一下景色吧 這邊的景色比呆豐樓那邊來的棒喔 整個海口港景色一覽無遺 這邊還有 再過去看 洛山峰風鏡牆喔 注意隨身物品 延伸出去的感覺 好涼喔 好涼喔 收手部分 所以呢,我們過去沙灘那邊走走逛逛吧 今天入住的是 522號房 然後飯店說有免費幫我們升等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超大的玄關 哇!還有餐桌耶 沙發椅、超大電視 這個就是一間客廳了 當然基本的冰箱、霸台都有 然後看一下衛衣設備 喔!深等的有浴缸喔 乾濕分離、備品 很乾淨耶 那從飯店出來 旁邊就是村鎮農會的超市 所以住這間飯店真的相當的方便 進去看看 哇!大間很容易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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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橫隆假期飯店 車可以停這邊的停車場 那是不用錢的喔 然後這邊離橫村老街也近 就往這邊走了 那看到郵局 這個路口 往右走 這邊就是橫村的古城牆 那橫村的古城牆 再往這邊走 前面就可以看到海角7號的拍攝景點 阿嘎的家 繼續往前走 前面就是橫村老街的商圈 橫村古城魅力商圈 這邊就是橫村老街了 在車上 恒春的洛杉峰真的不是蓋子 然後很大雨 因為今天是東北季風很強的時候 雖然在恒春的洛杉峰的時候 不知道下午前的北部裡面雨那麼大 在那邊可能說是雨平大 但是不真的平大 就算了一塊就好 對我來找你 裡面的洛杉峰 在洛杉峰上 邊緣的洛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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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繼續沿著古城牆逛逛吧 好,又回到了海角7號阿家的家的這條路 阿家的家就在那邊 所以等於我們就是從中山老街逛到西門 然後再沿著古城牆這樣一路走回來這樣一圈 剛剛的遊舉在那邊 那我們再沿著古城牆繼續往南門走 好,前面那個就是恆春古城的南門了 那恆春南門呢,這邊變成一個圓環了 中間可以依稀見到城牆連接的痕跡 要進去南門裡面,也是可以拍照 只是過馬路要小心一點而已 那R5在恆春所住的飯店 就是那一間恆榮假期飯店 這間飯店離老街古城都很近哦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好,現在來到恆春古城的東門 右邊有這個牆鼓 中元節的時候 恆春都會舉辦那個牆鼓的活動 這是一部分的管道 很小,為什麼要去呀? 那手在衝動 和這個牆鼓的火山 正常接近 其牆鼓的火山 領埋著火山 今天正在我們放棍村古城之旅就在 恒春東門城這邊告公道路囉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